带您认识的这一位 宁夏夜市长大的潘威达 从路边摊到创立60家品牌之路 1982年出生的他 10岁的时候 父母亲投资失败 欠债一两千万 当时爸妈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跟着来来饭店厨师 学铁板技能 开始在宁夏夜市百路边摊 5块10块心头抽钱 庆幸的是生意很好 潘威达下课或寒暑假 只要空闲都会回家帮忙 一路这样念到师大博士班 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 生意一路牵战 妈妈被迫每天跑银行转票 还得借钱让他念书 面对每个月庞大的利息费用 潘威达被迫要思考着 传统小吃的下一步 到底该如何存活才好 于是他独排重义 在爸爸反对之下 他从创新料理到料店装潢 全面大改变 而大排长龙的人潮 证明他当初这个决定是对的 后来他又如何创新了 铁板吐司早午餐 成功进军国际呢 带大家看潘威达 把老店起死回生 把台湾小吃推向国际 创造年营收2亿3千万的 连锁帝国背后 是怎么办到的 白兵61号 现点现做早餐 每天早上7点 厨房里大火各司其职 铁板烤酥吐司涂上花生酱 加上肉蛋 这是时下最夯的铁板吐司吃法 还有进化版的台式西吃 另类早午餐 香肠酸菜 雪花牛加洋葱 统统包进卷冰里 在台北市东区 掀起铁板风潮的潘威达 只要尝试新菜色 就会现身在店里 你的帽子有一点点歪歪的 我看一下 这位是我们的团草 集团的团草 他害羞 他很害羞 可是你不知道他之前在那个 A11 星光三月 很多桂节都目他而来 对 所以我们生意就很好 那你知道现在东区比较没落 所以我就把他叫来这边 希望他可以振兴我们 复兴店还有东区的业绩 现在是年轻人的舞台 我们要为他创造舞台 和店员化交场也给员工创造舞台 货有虚拟实体六十个品牌 去年营收创下2.3亿元 以铁板结合吐司进驻百货卖到国际 2015年在外带早午餐 找到新南海的潘威达 这可是他研究两年的结晶 这两年我看了吃了至少三十家的早餐 明店早餐 早午餐 咖啡 那从中知道说哪些我们该做 哪些就不要做 然后再集合自己家 铁板烧的特色去规划出一个商业模式 这边一开始就做了一个叫做 乌拉肥菜脯蛋吐司 那个也很受欢迎 那至于你说像沙朗牛排吐司 或者是像什么 后来有加的雪花牛吐司 它可能是我 名下一次铁板烧老店的 里面的牛肉或者是牛排 我在分量缩减之后 在早午餐的模组上 我该怎么做 味道比较轻一点 然后分量少一点 能够夹进吐司或捲饼里面 这样的概念 其实在这间店之前 都是在宁夏夜市 那你要从宁夏夜市跳出来 到台北市 当然就是选在 会被最多人看到的地方 从宁夏夜市进军台北东区 因为它就是宁夏夜市长大的音娜 也是被铁板烧养大的孩子 夜市里的这间铁板烧 是父亲潘福旺和母亲刘树林 1992年在路边滩撑起家的地方 这用推啊 这有轮子 有四个轮子啊 这很重啊 对啊 很重啊 这个比较简单啊 这也是四个轮子啊 这是摊车 就是这个是摊嘛 饭跟摊 可以你都推这个 店里的铁板烧摊子 是当年路边摊的身材工具 30年前潘福旺和太太投资失利 负债多达一两千万 因缘际会跟着来来饭店师傅 学做铁板烧 一天工作16小时 从下午卖到天亮背水一战 最辛苦的时候是路边摊卖到天亮 那个天亮凌晨哦 还记得过年哦 过年 因为那时候他就常常会有抱怨 因为说人家过年都就是 出去玩啊 干嘛我们还要这样 还要服务人家 在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我儿子是还在求学 还在求学阶段 我也不要让孩子知道 父母亲的经济的负担 我们养父亲就打拼 就请一个人而已 一个月休一天 1982年出生的潘威达 身为家中长子 从小看着别人出去玩 他总是在店里帮忙 一路求学念到师大博士 只要有空 他就会站在台前炒菜煎肉 这个头发比较多的我 还有比较瘦的我 那时候我放学后回家都要帮忙 帮忙炒菜 那时候就比较没有形象 可能扣子掉一边啊 没戴帽子啊 其实以前路边摊生意好的时候 有很好的时候 但是因为后来就是在金融海啸 那前几年开始就生一直往下掉 然后金融海啸2008年 那时候就掉到谷底 2008年金融海啸 债还没还完 老店濒临倒闭 潘威达心意恒决定回家 试着重新定位改变装潢 但父亲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他跟我讲说要两三百万 我第一个就反对 我说好不容易贷入快还清了 又要花钱 他说你要相信我 我绝对会让业绩提升这样子 那我说好吧 看到妈妈每天都在 嘎三点半啊 然后借钱啊 标会啊 包含我在师大博士班的学费啊 我去UCLA念书都是跟人家借钱借来的 一定要改变 你不改变 这个店就没了嘛 然后处灾会永远在 它是萝卜糕 米雪糕 然后炒甜蛋皮蛋 再加上一点菜脯 这道双膏料理 不仅是潘威达小方设法 加入年轻人元素的改变 登上过国宴 端上金马晚宴 还有这道食墓鱼 加上客家吉匠 做出了差异化 这张还没结婚耶 回答中呢 我们铁板的重点 还要到台客之籍 就是我是客家人 他爸爸是个男人 他用故事来表达我们的一个 台客 对 墙上把爸妈照片结合闽客身份 潘威达说故事 重新定位老店 还有登照到厨师们身上的花布 他做成店内特色 念博士班学艺之用的他 不仅找到老店转型契机 一次烹饪大赛 证明自己 也让老爸臣服 因为我的人很固执 最后我相信是他们研究那些菜色 去参加青虎卫 那个餐饮比赛菜色 结果 我未来想说三名以内就很有面子 结果不知道 一般讲第一名 我很开心 我就从此以后 我都全部相信我儿子 这是我阿嬷 那这是我还不到一岁的时候 那我阿嬷她是以前西门丁的甘蔗西吃 当时跟黑面菜和西瓜大王是齐名的 对 那其实一直以来他们卖甘蔗吃 在很多老台北人的记忆里都是有一些过往的记忆 但是因为后来没有卖了 那我一直听我爸这样讲 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想说 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要回西门丁再卖甘蔗汁 有了第一次成功出击 潘威达不开分店 用奶奶名字把老店铁板模式 结合青粥小菜 加入甘蔗汁成立新品牌 初期只卖粥没卖白饭 策略失误 惨赔700万 一度撑不下去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同时又是博士生 然后又要做报告 又要写国歌会的研究 然后我同时又在一些大专院校当老师 然后家里又负债 然后又赔钱 所以压力很大 其实撑得快撑不下去了 对 那 结果因为有一次因缘忌讳 我到了临森北路的一个电影院 她跟我太太在那边 然后就看到了一个 五月天的追梦DNA的 这个演唱会的电影 那其实那一场晚上其实是 下大雨 然后凌晨一点都到三点 整场我在里面是从头哭到尾的 对 尤其是听到倔强这首歌 就好像是给了我能量 在歌曲中找到力量的潘威达 还好没有放弃 改变青州小菜和铁板烧比例 渐渐找回了人潮 也激荡他更多创举 一如锅中的铁板汤包 是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与创新 在铁板与客家元素中 找到了新的生命力 一般你问年轻人 他会不会想吃客家菜 客家菜炒不炒 好像没有 可是我们能不能让客家菜 能够创新一点 让它炒一点 对 当时所有这样的情况 把台湾味多了点炒 像是梅干菜结合卤肉饭 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来 主任 一个沙茶一面 然后甜不辣跟薯条 甚至他看准趋势 在全球吹起的外送平台上 一共享厨房做虚拟餐厅总部 这里放进15个餐饮品牌 育成修正商业模式 让想创业的人也能是老板 他的敢便与敢拼 撕掉了老店二代的标签 把失败当养分错误中修正 2021年他又一次 在酸酸锅与麻辣锅之间 以石头火锅出发的麻辣宝 找到了新想法 才搭载身手 挽起文创 我们把它让客人参与 这个跟铁板招有一点点连结 这个动作 我们在把文创结合到餐饮业的时候 例如说像我的墙壁的设计 像绿色还有红色 就是麻祖身边的两位护法 那当我们把文创 把它导入餐饮业 然后再经过一些的设计 灯光的展现之后呢 可以让年轻人更 更觉得很潮很差异化的方式 去认识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 那它不会老 它也不是传统 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去认识这个传统食物 一个月是依娜念博士当老师 身为餐饮业之子 在传承与创新之间 创出了自己路 下一步带着梦想 要让台湾小吃更潮 在国际上大放异彩 台湾真的好多好多 很棒的东西 那需要有人去把它找出来 把它传承 然后经过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提升创新 然后再来去把它行销推广出去